你如何解论今次的顾客 其实对腾讯的影响是否很大 之前也会有南非价 现在也没有了 我想最主要是看大市投资气氛的状况 如果暂时去看 那个投资状况持续向好的状况 我相信腾讯在350元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现在大概是370多元的位置 那个回调的幅度也是低于一成 我自己觉得影响方面也未必是那么大 另一个方面 Nexpress今次说的减则时 不是一批货是全数减则 而是有序的形式减则 可能他也要去看到底市场的期望是如何 可能暂时来说 沽的货量都是逐步逐步逐小逐小的形式来沽 尽量以不影响股价为一个大前提 当然这个不影响股价 他的考虑未必是在看腾讯方面的益处 而是他沽货的时候 他本身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所以如果价格稳定的状况来到沽货 对他相对上就会有利一些 但是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他三百多元都沽货 可能经济压力相对上都比较大 因为之前沽货的时候 最初都是在四百元流上的状况 似乎越沽越低 所以似乎今次现在一个沽货 都是为了回够他自身的股份的时候 可能倾向上迫不得已 所以未必是一个很大幅沽货的压力 令腾讯有一个下行状况在 嗯 好啊